大家都说台北居大不易 那问题是 要在台北好好活得像人 生存的薪水限到底多少呢 这一题这个讨论在PTT炸锅了 网友说 如果你月收入没有5万 你就是难民 观众朋友啊 你一个月是领得到这个数字吗 我们就说 为了抢救低薪 政府也不是没看到 劳动部因此决定要修法 要求征人的企业 如果你开出的缺 月薪不到5万 通通给我公开薪资范围 我就要逼低薪来现行 想征人吗 加价才能换成交 问题是 劳动部看似用意良善的这项政策 为什么变成了大笑话 各位观众朋友 你的薪水一个月到底多少钱 每个人大家都在谈这个话题 因为我们知道低薪是台湾的国耻 那现在主计总处统计出 这几年下来 109年到113年 未满30岁 也就是刚出社会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平均的月薪大概是多少钱 大概是从原本的3.3万元 向上升到3.7万元 看起来是有成长 好像还不错 可是各位抱歉 很多都是北漂族来台湾工作 结果领3万金 你要在台北生存 容易够吗 当然不够 网友就直接点名 现在你在台北没有月薪5万 你基本上就是难民而已 不是生活 是你在生存 不是生活 你没有生活品质 所以就像变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讨论说 那我们薪水为什么这么低 你看包括我们劳动部的政府 当委其实在立法院里就讲 我们的低薪门槛是3万1 那如果根据投保的这些资料来讲 他说有120万人 可是投保资料是显示430万人 显现政府是低估了这个数字 我们的真正低于3万1的月薪 是400多万劳工朋友 所以我说真的 现在整个薪水 在台湾社会成形一个N型化社会 什么叫N型化社会 大家看这张图表就最明显了 两边最极端 一个是刚出社会的年轻朋友 大概20到24岁左右年轻朋友 另一个是65岁退休的年轻朋友 所以这两个极端 都是月薪低于3万的 我们的国民朋友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现在的薪水 呈现一个非常巨大的N型化社会 所以低薪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成为一个最大的国始原因之一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讨论说 政府为了让低薪逼出原形 让雇主 让企业主 愿意帮劳工朋友加薪 就推出了这个所谓的修法 要放大薪资的揭露范围 简单大白话 今天你开出的缺 不到这个水位之下 你通通不能说要免疫 你要明白的在公开的网站 告诉我薪资到底什么范围 明明白白 愿者上钩 不然你只能加价换成交 我们知道政府为了 借我这个低薪 其实寄出了很多方法 明年的基本工资 也要最低要调涨到两万八千块 那现在呢 又要寄出说 老冬分明年要修法 放大薪资的揭露范围 我们过去看的银行网站 其实有些薪资大概在几万块以下 他会写免疫两个字 现在五万块以下都会写免疫两个字 可是从明年开始 如果这个雇主这些单位 开的薪资未达五万的话 你必须把这五万以下的薪资 通通公开 全部通明化 可是这样有用吗 大家就打算个大问号 因为过去其实欧美国家 有适用量子的情形 可是他们通明化是为什么 为了解决男女同工物同酬的问题 他不是为了低薪而解决 是为了说 有些男生在欧美国家 领的比较多薪水 那女生领的比较少薪水 为了薪资能够平衡 能够透明 才寄出这样的方式 可是台湾目前看起来 好像不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问你 今天我要求你让薪资透明化 也就是让所有要某职 要找工作人 都会知道这么多的货架上 要征人的这些公司 哪些老板愿意开得出 五万以上的薪水 即便有很多 我能力只能五万以下 至少我要知道 你的range在哪里 我愿意我才上门 要不然 我傻傻的跟你去面谈 面意的话 我是接触了 碰到了冠老板 我不是吃不完兜着走 这个是很多 现在求职者的心声 即便你提供 薪资的数字在上面 如果我去碰到冠老板 我也是没责 甚至有人说 你试用期先来做做看 我之后来把薪资还给你 也有这样的雇主 所以这个公开透明的 薪资化的政策 有没有用 所以我们探开 在过去的数据来看 因为这个薪资政策 其实在过去六年 已经在实行当中 可是当时的标准 是月薪四万以下 所以你要公布 那现在明年 可能要拉到五万以下公布 可是在四万以下公布的时候 你看六年当中 只有受理四百多件而已 那开罚几件 五十五件而已 开罚率只有百分之十二 显见说这个效果就是不糟 那大家可以想象 明年如果拉到五万块的话 那开罚率是不是一样低 所以你这个政策修法 是治标不治本 问题还是一样 而且冠老板的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 这两个案例 这个是个网友 他在DECOMMEN 写一个文章 他说他去年才从 这个国立的科技大学毕业 国立的大学毕业算 看起来不错 可是他坐在企业 做行政助理会计的工作 薪水从二十八K到二十九K 其实看起来还是很低 那他薪水很低 怎么样 他只能自立自强 我去考高考 考完高考的时候 放榜之后 他却凭重选 月薪五万块洗掉 结果他偶然一天 接到他老板电话说 这位小姐 你要不要回来 他还在继续帮忙 继续来我们公司 来做会计工作 听了之后倒退三步 他说他老板说 我现在开三万块给你 你要不要回来 他当然不要 我现在五万块的 高考了薪水 我干嘛回去做三万块的薪水 所以你知道 现在贯老板很多 他以为给你三万块 是个恩惠 但是实际上 在很多的这个 百行百业来看 其实三万块 现在薪水已经不算很高了 回过头来 今天一开始在PTT 炸锅争辩的是 在台北要多少钱 你才可以活得像个人 那个生死线是五万 五万听起来也不少 可是百公百业 你要赚到五万 也不是没可能 什么样的条件 你可以赚到这笔钱 你要把命都给赔上了吗 其实五万块 你说真的 一个月要努力赚了 是有机会了 现在网络上 有开出这样职缺 这个是小火锅店 吃到饱开出来职缺 他说的确月薪 是五万二到五万五 看起来还不错 而且是正值的薪水 月修还有八天 可是各位观众 你要看他的上班时数 他从早上十点半到凌晨 等于上班要十三个小时 一天上班十三个小时 一个月就算你月修八天 一个月上班二十二天 可是换算下来 你等于一个月上 你加三十三天的班 等于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补你的薪资的差价 可是大家这样看 其实这样换算下来 时薪才只有一百八十块 没有赚到哪里去 所以你说真的 你要赚五万块不成问题 但是你要把你更多的时间 压榨出来 你要更努力工作 才有可能得到这个薪水 旺泽今天大家听着你讲 低薪讲到现在 我们恍然才明白 我们都忘了 我们是以开发国家 我们是先进国家 怎么我们在讨论了 好像是开发国家 跟未开发国家一样 是啊 台湾真的是以开发国家 先进国家 那我们标准都要以 先进国家的标准来看 尤其这个 现在有些主机处理 也统计说 我们这第三季的 经济成长率 就是GDP 其实大概有3.97%左右 那全年度预估 我们经济成长率 可以到4.4% 看起来抢抢棍 看起来其实不输 给其他的先进国家 但他也想问 那我们的薪资 有没有跟上 其他的先进国家 如果我们以先进国家的 经济成长率来换算的话 其实台湾的这个 月平均的工资 应该要达到 8万多块钱 但实际上没有啊 你看那个实现 我们只有5万多块钱 这是我们的实现 照理说 应该要8万多块 达不到 那现在只有5万多块 所以你以为 合理的应该是 8万4千多 那个模式去跑出来 我们应该领到这个钱 可是真相是 6万块不到 这个是平均值哦 是 那如果我们看 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 其实照理说 如果以刚刚的模式来算的话 我们应该要达到 4万2千多块钱 但实际上 只有2万6千多块钱 这个差距非常大 你就知道为什么 台湾薪资这么低 我们明明是先进国家 但是如果我们套用 这样跟先进国家 一样的公式 我们薪资 落后这个先进国家 太大一大劫了 尤其我们看到 这个月薪的中卫数 月占GDP的比率 我们看其他国家 不管是这个希腊 或是韩国 日本等等 其他大家都有个趋势 就是有往上走 而且往上走之后 其实有高有低 大家都往上走 但是各位观众 你看红线那个部分 红线是谁 就是我们台湾 一路往下掉 这个这个差太多 如果我们都是 同样是先进国家 我们的曲线 怎么没有跟韩国 跟日本一样 有起有福 而是一路往下掉 所以你从这个曲线看出来 目前我们台湾的薪资情况 其实在先进国家当中 是非常不合理的情形 薪资很开发中国家 那物价呢 物价倒是走在世界的尖端 非常的开发 已开发 是 所以你知道 我们现在物价也节节在攀升 那有些北漂族 来台北工作 这些年轻朋友 其实过得很辛苦 这会举个例子 一个三十岁的上班族 他工作也好几年了 他过去在台北求学 也是知名的学校毕业 结果他现在薪水加月薪 知道多少钱吗 四万块钱 你要知道四万块在台北上 我刚刚不是说五万块 生活都已经不容易了吗 四万块你要怎么生活 四万块 虽然他不用缴这个孝亲费 但问题是他的房租 可能就要扣到一万多块了 再加上生活费开销时 其实很多人都跟他一样 现在属于一个恐怖平衡的状况 就是我是月光族 但现在更不用讲 物价都上涨了 我们知道春节又快到了 很多春节想要订什么 淡黄酥 返乡的时候能够提个伴手脸 回去给爸爸妈妈孝顺一下 可是你知道 现在非常有名的 这个陈耀逊淡黄酥 其实也要涨价了 过去我们知道中秋节的时候 他其实平均一颗 大概 他大概是十颗九百块钱 十颗九百块钱 那现在变八颗九百块钱 你就知道 其实也涨价了一 大概十四块钱左右 连淡黄酥都涨 更别说我们一般民生的小吃 这几天其实大家非常关注 就是台南最有名的这个闲州 阿唐闲州 这两天在网路上讨论度爆表 因为你知道 他现在闲州 原本闲州一碗是一百六十块 他现在涨到一百八十块 那如果再加一个鱼度 片片鱼度州的话 现在要加三百元 很多人就觉得说 三百元我吃一碗 这个鱼度州吃不下去 可是老板娘有苦衷 他说我几乎不准算卖一碗 我就赔一碗 我根本没赚什么 他说你看我的虱目鱼 一片只卖一百二十块 我卖越多 我赔的越多 所以听起来老板也有苦衷 但是消费者就说 我吃一碗要三百块 也太贵了 那根本说 大家如果要在这个闲暇之余 来要追剧的话 像最近不是有一个 这个隐红很红吗 像Netflix现在的基本方案 也要调涨 你知道吗 原本的小薰 就是要下班回去看 现在很多人 因为听到调涨的讯息 要退订了 他从原本的两百九十元 现在涨二十块 那标准方案三百八十元 原本三百三十元 现在涨到三百八十元 那高级方案的话 原本四百块左右 现在要涨到四百六十元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万物起涨之下 可是我们薪资 还是处于后段班的星期 在亚洲 甚至世界各国 我们处于落后的星期 到底要怎么追上 政府应该要对症下药 人群我们看到了 月薪五万以下 你不要再跟我讲免疫 你想证人要清楚 告诉大家 你的薪资范围 薪资透明化 看起来好棒棒 为什么变成大小化呢 事实上这样一个做法 对于企业 或者对于想要 这个谋取高薪工作人呐 一点帮助都没有 比如说呢 我今天在任何各种 不同的工作职缺上面 那我如果今天要求说 我政府说你的最低薪 必须有多少起跳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对于企业来讲 那我其他在这个 同样工作的岗位上面 我的其他年资的部分 我是不是同样要一并 在往上作为调整 那所以对于企业来讲 他要负担的成本 绝对不是我在初阶 这个工作上面 我要符合你的门槛 我是所有的这个 所谓的企业人力成本 全部都要往上增加 而政府没有给他 一个好的配套的方法 或者告诉他说 如果你今天要避开这个 我有没有各项的 奖意又会给你 一昧的只用这种 行诉于这种所谓舆论 或者是让你雇主觉得说 我被列为低薪 这样我很没面子的一个状态 对于企业来讲 能够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而对于那些要求职工作的人 他还是必须要面临到这种 可能我普遍 大家都用这个方式 起新的一个结果 那只是告诉他说 对 我证明了 我是一个低薪族 那又解决什么问题呢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巨像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篇 挖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